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免得他明天来还要重新打赏一遍 放八蛋 既然要接手就别动气 我要不跟他断你哪有机会 来来来 这儿 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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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远点 连心就是干你这里的命 你说谁呢 你说呢 你说赵子辉天生生下来就是给你们打扫房间的命 还是我 你跟他在一起多久了 挺久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说呢 多久了 这老东西啊 还记住上了是吧 挺久了 挺久了啦 被蒙奈谷底了是吧 赵子辉逗你呢 你还以为你自己把人真耍人了是吧 人家根本就不想搭理你 可笑极了 我嫉妒 我有什么好记得的 你这个人就像是街边的蚂蚁一样 一辈子雲雲碌碌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人才死了 我有什么好记得的 李倩 我老婆 我有什么可记得的 我是替赵子辉可惜 跟蚂蚁在一起 纯粹浪费生命 你还没关系 检查一下吧 看看哪儿还要打扫 差不多了 紧紧接着一弄 我话还没说过 我不想听 我是来帮忙打扫房间的 我不想跟你斗下 免得打起来 赵子辉男子 我白忙活 拿谁的东西啊 我的 我的 我赶紧离开这儿 赵子辉我都得闯祸 你别走 我有话跟你说 快没说完呢 我这次来告诉你 离赵子辉远一点 像你这种人 除了浪费时间什么都不会 你这次来 我咱们都不在店里 你这一顿要不在店里 你这种人也不在店里 我得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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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顿要不在店里 你这一顿要不在店里 我放在店里 我每就两次健身呢 还真把我给说怕 我还真有话要跟你说 说 不管你情无情愿 不管我是不是灵情 你搭操完了 我得跟你说声谢谢 要谢就谢赵子慧 说到赵子慧 你跟他不合适 没说合适 那就离他远一点了 你是燕雀 但是他有鸿鸿之鸡 听不懂 所以说是两种 我也多问一个 你为什么跟他断 他在你这儿是麻雀啊 你跟他这两种人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是他说的 不可能 我问过 他是不是真的 对你们那个街店小店 有兴趣 他说一点兴趣也没有 我问他 赵子慧善良 他只是不好意思拒绝 你不要把他引到弯弱上去 你懂个屁 他不会留恋过去 也不会停留在现在 他有明确的方向 你这种人 只会在当下乐此无疲 你对他来说是假的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很轻松 但是得不到像我这种人的尊重 你的尊重我不在意 他在意 他实际上想跟我和吕倩 这样的人为伍 而不是你 要不然为什么和我断了会难受 要不然为什么忍着难受 还要来打草王子 我刚刚说的都是他的原话 不信你可以去问他 听懂了吧 赵子慧实际上 在心里是瞧不起你的 就跟我现在瞧不起你是一样的 如果你听懂了 就可怜可怜自己 不要再去做那些待人受过 自取其辱的事情 远离屈辱 才能够穷开心 傻高兴 赵子慧愿意忍 是因为他心里面有 坚定的方向 你的方向跟他的不一样 你听得吗 别生气呀 没气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那就放手 可我现在就想动手 动手会让你觉得痛快一点 反正我现在不痛快 我说的你没听懂吧 还是要自取其辱 不占年纪大人的便宜 能动手地说一声 马上 我 他 他 他 我 我 我 iał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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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痛快了吧 孤单 听我的劝 离赵子贵远一点 孤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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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草完了 颜永珠基本满意 没着他管的 要是我没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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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去吧 早点睡 还是按照你那张计划 明天好好上班 我住旅馆 你是不是也要住 还是让我送你回去 晚安 快走 好 好 好 只见分 给我来一个标交 身份证 我那个没有身份证 我们这边必须要登记的 我就住一个晚上 你看我长得也不像个坏人吧 好人也要身份证呀 那你们这儿住哪儿不用身份证啊 出门右拐有一个警官椅 不要身份证 啊 啊 啊 来 叶晓丽 睡了 我躺下了 妈的脚好点了 你放心吧 早点睡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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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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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在你怀里 我想你想你想你想 告诉你 又加班啊 询价格了 你招来的任务啊 咱们那个店铺 价格还行 不是特别贵 就是 得提前先交半年房租 这事你是主心骨 你怎么能不 出事了 没事 累了 明天再说 明天你上班我也上班 剩下一个少众在那儿晃来晃去 他们上海人都不着急的 好啊 徐天回来了 这么快 人呢 你电视声音关小一点 不然邵逸一会儿又过来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好了 寻了几家店铺 十几家了 够了 放我邮箱里 得嘞 老板 你怎么办呢 琪琪啊 回来了 好 师傅 给我四个包子 两个粥 四个包子 好啊 没错 好了吗 四个包子 好嘞 好 赠品 朋友送我的我也用不上 你拿去 这么巧啊 早啊 早 对了 你今天记得跟我去取车啊 行 我吃过早饭就去 嗯 我都还没吃早饭呢 好 慈惠一早上就出去了 嗯 那个 给你 啥东西啊 耳机啊 耳机 连电视上的 伤不起你伤 给我的 啊 给不够呢 送的 行 我现在就让你试试 好 走啊 一起去试试 走啊 一起去试试 走啊 哎 这这这怎么用啊 一线呢 无线 蓝牙耳机 什么也没见过 哎 还挺舒服啊 这天出去耳朵不怕冷啊 我给你买个狗皮帽子好不好 不 这怎么用 怎么用耳机听歌啊 智力是硬上啊 你看他都知道 我给你买个狗皮帽子 我给你买个狗皮帽子 让开 见证奇迹的事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听力了 你耳朵都有抗皮了吧 你耳朵都有抗皮了吧 你不嫌吵啊 放屁的声音都没有 自己听 啊 不应该啊 拿一支坏的耳机来糊弄我 你怎么想的啊 什么坏的 好的 新的 旧货市场买的吧 旧货市 我在专卖店给你精挑细选的 不是送的吗 你别管 反正你不能冤枉好人 我从来不冤枉好人 事实摆在眼前 不对 你 你瞧你这个电视吧 你家电视是旧货市场买的吧 电视是坏的 我家电视是坏的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就算我领过你的情了行吗 你拿一支坏的耳机来卖好 不是 你有哪边脑子想出来的 我 我之前在我家里试过的 分明是好的 不可能 那现在去试啊 我要上班没时间 走走走走走 你 你 你试完再走 你让我去你家试 你不怕你妈生气啊 你不怕 我还怕呢 你就待在这儿 不许动 不是 你干什么呀 不是 你干什么呀 我还要上班呢 看到没有啊 这个叫电视 把你那画匣子请走 快快快快快快 快点快点快点 信了我还 电视机打开 来 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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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听声音吗 嗯 嗯 真的有声音 好心当场驴肝肺 英雄 英不英雄 你不瞅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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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仲 门开着了 人哪儿去了 吃早饭啦 少仲 王姨 看到我们少仲吧 没有 我忘了 好 少仲 门开着 你到哪儿去的 你 我不会丢东西 吃早饭 好 真的不错 少仲 谢谢你啊 躺哪儿了 我都看见你了 你走了 我上班又迟到了 王阿姨早上好 那好 少仲 家里遭贼了 你也是没了 这儿呢 怎么这么少的电视 我们家电视呢 我们家 它 是吧 就是 我有个老师 都还没了 我啊 爹 明 favor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以后怎么住 住这小事啊 以后麻烦事就多了 开饭店连股东都做不了了 别多想啊 留饭店的事啊 你就少扫点心 你本来工作就忙 我看你那一强的计划 我仔细想了想 你也没时间查出 我会安排好的 不用安排了 我们那都是小事 三年连锁 五年上市 小事 他就随便说说了 别当真 随便说说 从家里逃出来 没事嘛 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饭店的事情 你就偶尔指点一下就行了 杨佑珠跟你说什么了 没有什么呀 没有什么呀 好吧 这个 医用酒精棉球的 哪儿来的 我自己背的 你自己操 我伤得严重吗 就脚破了 别急有血 那个老东西 我说不过他 打也打不过他 我帮你擦来 开什么玩笑 我一会儿找个地方 自己弄下来才可以 你做什么菜最拿手的 路边小丑啊 你试过他 说正经的 你在厨师学校学的是什么 学的 穿鲁月 最拿手的还是穿菜 那我们的饭店 要是也以穿菜为主 小董该高兴了吧 这次出来你算逃婚 下这么大的决心 饭店怎么做没想 合同虽然签了 但店铺还没谈成 还要工商注册 找人装修订风格 买过碗勺快 做一本凳 订菜系起店名 有计划吗 这些本来都应该是你计划的 现在还是我按照 赵子慧 你跟我们这几个人一起做事 你真的开心吗 现在开心吗 现在开心吗 以后呢 不知道 谁知道以后啊 我就是为了以后开心不后悔 我才从厌城逃出来 我们不一样吗 我们不一样吗 赵子慧实际上 在心里是瞧不起你的 你跟他是两种人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是他说的 我妈也跟季佳阿姨一样 我妈也跟季佳阿姨一样 爷也跳广场舞吧 我不知道她现在脚好过来 你妈脚怎么了 你妈脚怎么了 没事 你去上班吧 那你呢 我去哪儿都可以 你去吧 我去哪儿都可以 我来说 我去哪儿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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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午三点 下季度项目预备会 通知涉及各部门 会议程序我已经发给你了 好的 社会项目要打印吗 当然 好 昨天不好意思啊 什么事儿 我不应该让你帮我搬东西 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 抱歉了 没关系 应该已经弄干净了 应该 三个包太重了 我请了个朋友 帮忙搬到您的公寓 倒流点累 是朋友帮忙打扫的 那中午我请你吃饭吧 好好谢谢你 吕总 正好我要给您请个小假 中午有点事儿要去一趟浙江路 可能要稍晚一点回来 不过肯定不会耽误三点的会 很重要吗 重要 好 好 那你去吧 谢谢吕总 子慧 侍儿不见了 昨天晚上我去公寓了 我看见了 都看见了 这是什么 租房的搬地方 给徐天租 看没地方住 一个没地方住的人也值得你关心 值得 难过的时候只有他关心我 而且还爱人打 您以前不这样 您越来越感情用事了 您也感情用事 我们都一样 你知道我过来做什么吗 不知道 我就是来跟吕倩说清楚的 要跟我说清楚的话进来说 在那儿说什么呀 你的钥匙 钥匙怎么在你这儿 我昨天我要去公寓了 他说的朋友就是你啊 原来他说的朋友就是你啊 我真笨 赵子慧 跟他没关系 昨天晚上 帮你搬东西收拾房子的就是这个朋友是吗 不是 是我的朋友徐天 我说了 跟他没关系 你说你要搬回去住了 我很高兴 所以昨天晚上说完办了之后 我准备去打扫的 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过分 你是过来兴师问罪的 你怎么能够让他干那种事呢 我本来还于心不忍呢 现在看来还不够 不管我们怎么发展 你不要为难赵子慧 心疼了 你想过他的感受吗 他的感受你起会就好了 关我什么事啊 你再说了 他是我的私人助理 为我助理私事 太正常不过了 你变了 吕倩 你不是一直觉得我强势吗 我准备改了 那我到底是变还是不变呢 强势是你的本质 你现在变得多疑 不可理喻 是你于情未了吧 要是连这点事都看不出来 我就是个不懂事的小姑娘 你现在表现得最上个小姑娘 你夸我呢 是吗 对 我年纪大了 大理女人 多疑 怕了 知道吗 尤其是离异的 特别是离异还要复婚呢 你 还挺好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